我們先做整個那個燃水的動作 然後把水下面的這個 水的量的地方要先畫 然後天空的部分也先做 然後船的地方我們可以先留一點板 所以你的重點是在水還是在船? 船跟水啊,船跟水都要 所以背景的部分其實我畫的比較少 因為太小張,如果船畫太小張可能會比較沒有焦點 那我可能留意在那個船跟倒影的上面 所以你看我的倒影這邊其實留的還蠻多的 比他的多很多 然後我就變成是切下面的地方 讓重心點擺在這個船的上面 我覺得主要我的構圖是這樣 然後我們今天會用那個 這個刀型筆來做就好了 兩個地方我先留下來 顏色就直接來 後面先上一點點 孤蘭 然後加一點點 紅褶色 讓他稍微灰一點點 彩度不要太高 然後帶一點紫色 下來 紅色 黑褶 這邊黑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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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稍微多一點 然後白色的地方留下來 我只要看到白色的我都先留下來 好啦 把黑,不知道該用少.. 阿 先喝.. 紅.. 紅.. 紅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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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的咖啡色 這邊 可以用一點扁筆 meses 我就直接接...顏色就接下來了 這邊 這邊 繼續接,顏色繼續往下接 這個地方是白的,留下來 先畫過去 有幾根柱子,稍微留白一點點 如果忘記留的話,可以用刮的把它刮出來 下面這個地方 下水 下一點清水 這一段下清水 然後邊緣再包藍色的進來 群青跟孤藍 群青跟孤藍 現在做的地方 等一下留下來就會是 那個白色的部分 這個白色部分是等一下我們留下來的地方 那顏色這樣不夠豐富 我們再下一點點孤藍 讓它有一個圓形的這個效果出來 就是水波的感覺 然後下一點點 樹綠 加一點進來 加一點進來 再邊緣 再多一點點 彩度再拉高一點 這是我們的底色 等一下我們等它乾了之後 我們才會去做 底下的那個水波紋 那我們現在 做一點點那個船身的部分 好 紅 格紅齁 就是下 最 最亮的紅 就直接來了齁 就是你要側著畫 煎的時候可以拿直的 所以它大概 其實你如果扁筆 加刀筆 應該就可以畫完一張畫了 沒有 就用圓筆畫就好了啦 沒有 沒有說一定要用這種筆畫 只是 剛好同學 在問 那我們就試試看 它你要畫大面積一定要側著 畫才畫得出來 不然你這樣畫 它其實是畫不出來的 好 紅摺色齁 進來 如果水太多你就吸一下水 再上齁 就是船身的部分 我們先上一點顏色齁 等一下再上第二層 這是紅摺色的 對 這是紅摺 然後我加了一點點孤蘭 紅摺跟紅摺 不是 我現在是用紅摺 讓它暈下來齁 讓它合在一起沒有關係 這邊那個 有一道白的我們就留下來 可以留白 盡量留白不要畫到齁 然後用縫的把顏色縫起來 因為用縫合法的話 那個色彩的飽和度會比較高 看起來 用縫的 然後再縫別的顏色 這邊讓它先留下來 讓它暈下來 等一下我們再做一層 這是我們的第一層而已 這個 船前面的這個地方 要留一道亮的齁 這是那個船 有一個船槳嘛齁 槳的部分 然後這邊留一道白的 就是那個船身的厚度 都先留下來 後面這個地方 先讓它暈開 然後這邊有一... 這個應該也是船槳吧齁 這個是那個... 越南的夏龍灣 夏龍灣 這是剛好一個同學去那邊玩 拍回來的 讓他 貢獻給大家做題材 所以你們如果出去玩 有不錯的題材 都可以貢獻出來 這樣比較不會有版權的問題 當然你可以留下來自己畫 他這有點感覺好像是帆布 這是帆布上面這個地方齁 這個是那個... 剛才剩下的孤蘭加... 孤蘭加那個... 紅褶然後再加... 黑澤色 這邊齁 後面... 後面的船隻會越來越淡 前面這邊可能彩度高 後面的彩度會越來越低 都是船齁 全部都是船 他就一排... 那個... 床屋嗎 有一個啊... 平台啦 平台啊 工作平台 什麼橋 那是服品 服品 工作平台 工作平台 賣吃的喔 日夜談 趕快來 就是停在旁邊然後有那個... 固定的 沒有移動就對了 有去過的同學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我去過兩次 真的喔 是很好玩 不然怎麼去兩次 很漂亮 很漂亮 這邊顏色我們就先點 你看這邊顏色我先鋪上去 等一下我就整個畫暗的 它就會整個跳出來了 但是現在可能還不夠亮 所以... 就是沒有按得去襯托啦 所以它不會跳 等一下它就會整個跳出來 所以我們把裡面的東西 隨意畫一下 像這樣點一下 然後等一下我們 用那個刮 來刮一下下 把旁邊修好 因為那個... 它這個刀筆的部分 它這個是那個... 鬆鼠毛的 所以它很軟 所以它在這個筆尖的部分 可以拉到很尖 所以修起來就會比較好修一點點 那我們來做一下背景 等一下我們再整個一起做 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這個地方還有那個... 船 我們等它乾一點點 我們先做背景 背景的部分 這邊有一點點光 這個整個是... 背光的部分 只有這邊有一點點光而已 檸檬黃 混進來 剛才這個顏色混一下 就可以上了 加一點點... 葛黃 其他顏色... 孤蘭加進來 加一點點... 珠...珠紅 剛才的那個... 亮的地方一樣留下來 不要去動到它 然後這整個是背光面 所以... 紫色可以下多一點點 然後... 那個...樹的部分 你可以用刀筆 收乾 然後隨便做一下 然後... 然後越到下面 稍微讓它... 深一點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幾個亮的留下來 好 然後... 再用一點扁筆 做一點這邊 按面的地方 好... 那這...等一下喔... 下面還沒完全乾 這邊再來... 好... 那等一下我們這邊齁... 再加亮齁... 再來... 再來... 上一些彩度再更高的色彩... 進來... 富士蘭... 加一點點紙 對... 對...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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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看... 好,加進來 不用全部都花齁,有些地方做一下 帶一點點藍 好,我們等一下來畫一點水 水的部分,直接畫下來 調綠 樹綠 加一點點青綠 我們中間會漸成一點藍 調多一點點,因為它面積比較大 好 好 好 中間的顏色,上面的變化,讓它豐富一點點 水波溫流下來 水波溫流下來 注意它這邊,水紋的部分 這邊是一波,所以這邊厚一點點,然後變細 然後這邊又變粗 一波,一波,一波,一波這樣子 所以你這個筆,可以這樣壓,然後變側著 拉長,它就會剛好一波一波出來 這邊多一點點,我們用扁平做 下一點清水,這邊讓它暈掉就好 後面讓它暈開 這邊還有幾艘船齁,一起坐齁 加一點點,紅色色進來 拿出去 留下船身上面的亮面就可以了 加一點點,紅色 出綠 出綠 好,接下來齁 我們做一點,再多做一點變化齁 就是這個部分 加一點深的顏色進來 靠近船身的地方 有些地方深一點 一次做完,不要分開做 因為分開做,它顏色會融不在一起 色彩度 水波紋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我們針對幾個地方 加重一點 就是色彩把它加略微再飽和一些些 點幾個地方就好了齁 只有幾個比較細碎的波紋 你可以用毛筆做就好了齁 那個我們最小的那隻毛筆 好,那有些水波紋我們沒有留到的話 我們可以用那個不透明的來做齁 用那個不透明的來做齁 後面這邊顏色,拉淡一些些 用我們剩下比較淡的顏色來做 後面的部分 好,靠近船身的地方齁,再略微深一點點 好,現在有做一些水波紋的變化齁 等一下可能就不再回頭做了齁 一次把它做完,順便等這邊乾 好,也可以再帶紫色進來 好,也可以再帶紫色進來 好,帶紅紫色齁 直接帶進來就好 不要調齁 因為裡面是濕的,它會融在一起 然後它顏色是乾的時候,其實不會太明顯 好,這邊有一些地方已經乾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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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來刮一下齁 好,有沒有看到很多東西 好,這邊很乾了,來刮一下 好,這邊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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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太濕,所以可能沒辦法刮 所以我們先把主要的這個船先做好 因為這個船已經差不多乾滿多的 我們等一下就主要的船的那個 暗面先整個做,把它做出來 這邊 這邊還沒有很乾,所以刮起來就會沒有那麼的漂亮 來,這樣把細節的地方做一下 刮起來之後,它下面這個地方就會比較沒有水 現在做的這邊,是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先做這個地方 把它拉出來 來 不是蘭,下一點點黑澤齁 黃色,裙子 角度可以給你 bawい 我先為你一個最主要跟各位的好處 中間的主要展示 中間的主要展示 這裏有條褲子 對啊 應該是吧 余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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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按面就好,這邊隨意做 有接兩個地方 留下來 蛤? 比較深的顏色 我黑者色加一點點群青 加一點群青 加一點群青 我現在加群青了 哈哈哈 這邊繼續做 這邊裡面的 按面 這個亮的 紅色這個地方 有一些出來 沾一點我們剛才的那個 按面的顏色 老師這時候完全乾會比較好畫嗎? 完全乾也可以 完全乾當然會比較好畫 比較不會暈出來 帶一點點紅色 點上去 這時候我點了這個紅色 只是要增加它的那個 色彩的變化度而已 黑者色 黑者就是生咖啡的 最黑的咖啡色 黑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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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黑咖啡 黑咖啡 黑咖啡 就是沒有 不是拿鐵 對不是拿鐵喔 無糖 無糖無糖 要加糖自己加 黑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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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個 那個叫什麼 反正它那個 鐵 那個什麼 結構還是什麼 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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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來 這邊會比較細一點點 就鐵架盡量留 當然你留不下來 當然就只能用不透明的去做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可以留盡量留 我現在這個部分 就是在做明案而已 把量案面整個調整出來 某些地方 其實我們在畫什麼也不知道 就是把它做個層次感而已 因為你不要 當然你可以畫很細刻 可是去刻可能會有點太硬 那所以 因為這裡面 這裡面的東西 如果刻多會不會太硬 會跟前面很像 所以 我們會選擇大概放掉 然後隨意 稍微處理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幾個黑的點 我直接 用黑者去點就好 好來 傳生這個地方 往下 稍微拉伸一點 這邊下 這邊下 再來 暗紅 藍 這樣子 好 下面這個地方 大筆掃一下 焦折色 用一點焦折色 加一點剛才的綠 下面這個地方 加深 然後這個 這個傳生比較突出 所以這邊等下我們不加 我們只把傳生這裡加深一點 讓它跳出來 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 讓它糊掉沒有關係 群青色 加一點點進來 會混一點剛才的顏色 對 我用一點群青色 裡面再多刷一層出來 然後這邊的船 讓它再突出一點點 然後這邊的船 這邊 這邊後面 這邊不要加強 因為這邊加強會跟它黏在一起 對不對 那我們選擇加中間這一段 然後這邊又放掉 加這裡一點點就好 因為它其實 後面這裡不是很重要 所以你放掉 把這邊稍微做強 可是你這邊要 我們現在要做這邊的時候 要注意不要比它深 因為比它深的話 會整個黏在一起 它沒有前後之分 所以 這個在做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你在做這個地方的時候 要看一下這裡 看一下這邊 那萬一你這邊已經做很黑的話 那你注意的話 因為這邊如果做一樣黑 那你可能沒辦法做 可是萬一你這邊 還沒有到最黑的狀況 那事實上可以差不多 沒有關係 那你這邊 到最後再加黑就好 就看你自己 你的黑可以加多多 因為有些同學 其實畫的是比較 要淡一點點 所以你就要記得 那個明暗的對比度 兩個一定要 對 你要去做比較這個動作 同樣是 你就是看黑的地方 黑的地方 你眼睛瞄一下去看一下 比對 那你這樣子明暗度 你會下的會比較正確一點點 那剛開始可能大家會 不太習慣喔 但沒有關係 你會越下越準 那兩個地方留下來 然後其他地方 有些可以暈到 跟我們下面一模一樣 你的筆尖 有顏色 你的筆腹其實沒有顏色 你可以這樣做 然後它就暈下來 跟下面的顏色混在一起 那這樣就不會出現 就會上面是比較硬的 下面是比較模糊 所以你在用筆的狀況之下 要注意一下 什麼時候該壓 什麼時候該用筆尖 你用筆尖點的話 它的那個濃度會比較高 有沒有 那你可以回頭點一些 這個 重點的地方 所謂重點的地方 就是像 這個就是重點的地方嗎 這就是膠點的地方 那 這膠點的地方 你就可以稍微 點一下 讓它這個角突出來就好 那其他地方不要讓它突出來 就選擇某一個角 讓它突出來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是不要讓它 不要做平圖的動作就對了 因為如果太過於平圖 畫起來層次感 你到時候會要一直畫一直畫 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就隨意點一下 感覺好像 有東西 做一些 細細細的地方 細的地方 這個筆就很好做 因為它筆尖很細 比毛筆還要細 但是它有點軟 然後 這邊 有點乾了 來 現在有點乾 所以刮起來就會 剛剛好 很忙齁 還要注意到 什麼地方可以刮 什麼 因為那個 完全乾你又刮不起來了 所以你只能 可是我發現完全乾 這個塗成水喔 還是可以刮 刮起來會沒有那麼白 會沒有那麼白 還是可以刮啦 但是你可能沒有白 所以你自己可能隨時注意 你要記得你要做什麼事情 要不然你會忘記 因為我常常會忘記 對 所以我要提醒你們 好 其他部分 我用一點叛逆灰 刷進來 它心筆好像會有點掉嗎 好 好 拉一點 比較黑的那個線條 增加它的變化 然後線 線的部分 不會只有白的 我們可以做一點點黑的 一些些就好了 不用太多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 生的地方再加 再微微加一次就好了 它上面有一些網子 全清色喔 沒有條 不要條 這個地方 再加黑一點 它暈出來 這上面加深 這上面加深一點 好 傳生的部分 我們再靠近兩邊的地方再加一次 這邊 好 好 轉生下面 它還沒完全乾 所以我可以再刷一層 就是裡面的水波紋 我可以再刷一層 稍微淡一點 多做一點變化 這個頭的這個地方讓它跳出來 來 這個一樣深了 後面畫淡一點點 去做 好 我用一點不透明 把這裡加一下 好 接下來的地方 這邊我就會完全留白下來 上面這裡 我剛才沒有留的齁 我現在做一下 好 用一點不透明 因為剛才沒有留的很好齁 所以 只好 用這個來補 如果用刮的也可以 用刮的也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流失會比較 好 有時候 施放過程當中 可能沒有那麼棒 沒有那麼細緻齁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如果 其實同學可以流失 就是盡量 留下來的細緻度 會比較高 那我現在只是 再做個補救而已 啦 有一些留下來有一些 用補的 這樣變化程度 會比較多 喔齁 老闆你這個跟我學 是什麼牌子 哪一個 這個白的 這個白的 這是Hoppen的 Hoppen的 Hoppen有好幾種白喔 欸這是 薑肉色 1號 欸 1號嗎 1號 1號是比較白 然後2號是比較偏 紅 薑肉色 它都是薑肉色 1號跟2號而已 1號 現在點一些剛才沒有留下來的地方 就是那個裡面的量的部分 這樣做 欸 蛤 我現在點是那個薑尼草色加薑肉色 欸 我有加了一點薑尼草色 因為它這個暗面裡面 可能不能完全是薑肉色 因為 顏色上面可能會比較亮一點點 所以 會偏暖色調一點點 所以我加了一點薑尼草色 讓它偏 寒色調一點點 這樣子 然後背景 的部分 如果都前面OK 你就看狀況 這邊可以再染一層 我們等一下染一層給大家看 這邊做一下 明暗的部分 前面的地方 如果不夠深 可以再做第三層 但是 記得也是淡淡的 不要做太濃 因為做太濃 會像那個 會像不透明 會像不透明水彩 會像油滑 那個效果 那就不太好 所以記得還是 慢慢一層一層上 坐摺的部分 坐摺的部分 這邊的東西做一下 好 船身底端跟那個 水的部分 不要去把它 分得太清楚 因為分得太清楚的話 這邊就不會跳出來 反而這邊會整艘船 浮在水面上的感覺 那這樣子 畫起來可能會太硬 所以這個部分 在做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說剛才覺得這個太亮 我就把它弄掉 好 那背景的部分 我可以再稍微再弄一次 我輕輕刷一點點水 這樣的做 用意就是 不要讓它 那個 顏色太濃 我刷上面這裡 一點點 等一下去接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硬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 我再下一點紫色 髒一點的顏色來 再多下一層 然後用一點水 讓它暈開 讓它暈得不歸 也就是不要太均勻 然後這邊再來 它這邊下面就會比較深 我加一點點 剛才的那個 青綠加孤藍的顏色 進來 去接 然後再 再下紫 再下藍 讓它有點不規則 這樣子的效果 然後這樣子層次上面 就會越分越多 這邊不用太擔心 因為它乾了其實不會那麼深 你放心好了 現在看起來很深 可是它乾了會變淡 所以剛才加的藍是孤藍的啊 對 所以我加的藍是孤藍的啊 對 欸沒有 它是孤藍加青綠色 它不是單純那個孤藍而已 那後面加的藍是孤藍加青綠色 你說 後面是指 你說後面啊 不是 我說 剛才填的啊 剛才填的 剛才填的就是 就是那個啊 孤藍加青綠 欸 這邊 這邊 轉身的部分喔 再加一點 線的部分 好 大致上 畫起來的感覺跟效果是這樣喔 這邊再加一下 後面就不理擦了齁 後面就不理擦了齁 好 這邊有一個水桶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水桶齁 船頭那邊的水平線要不要 表示 這邊是沒有 就放掉了 讓它跟水面運在一起了 你如果要表示的話 記得 不要太清楚就好了 比較像尾端這邊齁 把它修好一點點 淡淡的就好 就是 輕輕的就好 你不要把它畫得太明顯 因為太明顯 可能會跟船頭這個 會 會有一點點在搶 搶的異位 好 那個船 講的 安眠的地方齁 那這邊有一塊綠色的 可是大家可能沒有這個顏色齁 這是那個翠綠齁 這有點不透明的顏色了齁 把它點上去 增加它的那個顏色上面的變化度 好 大致上齁畫起來的 效果跟感覺是像這樣 謝謝